今天这个视频我们要给粉丝解决一个问题啊 恶修的在上加维修的时候判断出来是为在进水的时候创电收坏的cpu 如果确实是cpu坏了那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将展示一下啊 我们不需要反修台更换cpu是一个怎么操作过程我们现在直接开始 我们先把后壳给它拆下来啊拧掉这六颗螺丝就可以取下后壳 我们先挨一个拧一下然后取这个后壳是有点小技巧的 好螺丝取完之后取后壳我们必须要拿一个吸卡把这下面开嘴啊先给它开起来 开起来之后是为了什么呢 开起来之后边上这两个区域有个卡扣先把它掰开掰开之后我们要把它往下拉跟开抽屉一样的往下拉 这边啊有这个卡扣是直接钉在这个区的是不能往上掰的哎呦这个不好玩了啊这个区都检测到cpu坏了为什么会把 显示部分折腾成这样都有点尴尬了啊我们现在先把修过的区域我们先进行检查 螺丝上错之后导致螺丝打穿了然后这个螺丝固定卡扣已经掉了这是一个啊我们现在接着往下拆哎呦 上面贴了一个防射的高温贴然后呢坐纸是放在上面了啊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但是这些都是小事啊重点就是解决它的cpu 损坏过过程是最为难的 方便 拿下主板 拿下主板之后我们马上要进行观察它动过的区域啊这个机器是否有修复的价值 我们还要往下看啊目前看到这个主板不大ok不大ok我们一步一步的往下看啊这个芯片啊 明显的就是 轮尾挤压啊导致这个芯片已经变形接下来我们要进行观察 是否跟他描述的一样啊cpu有问题 进随整个机器它就在这个显示的区域进随所以很多我们修这种 机器的时候啊别的地方不动啊我们仔细看啊灯关的这个区域明显已经被烧化的感觉 啊基本上它已经刷出来了我们现在开始测量 直通cpu的高精成像目前的主值为0.003啊这个百分百是cpu要进行更换的 暴息的芯片我们拆除而且这个要进行更换它已经碎裂 转换了这个芯片我们已经更换完毕接着在修复之前我们要先看一下现在整个主板啊 通电状态下是处一个什么情况是否 有意义接着往下修我们现在要对它进行通电 好插上电源适配器的时候我们能看到现在整个机器是处为一个正常的工作状态 2.0700多毫瓦800多毫瓦啊 就20伏800多毫瓦那这个是处为一个正常的工作状态接下来我们要解决的是什么呢 进入今天的主题cpu 要选择维修一个cpu的时候没有反修台啊操作起来比较麻烦那今天我们就说没有反修台的状态下面我们怎么更换cpu 我们需要找一个啊这种的加热平台然后呢把它的温度测到最高200多度然后我们把这个主板放在上面 背部加热200多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 这边的cpu拆装这种为了保证cpu拆下来之后我们的主板不变形然后我们现在先把 cpu周边的这些胶处理干净之后我们开始拆cpu 我们先处理边胶 处理完边胶之后我们现在要等待加热平台慢慢的升啊升到一定的温度之后我们就可以拆装了 好我们的加热平台已经达到了耳定的温度之后我们现在对cpu进行 拆装 我们要用旋风风向对它均匀加热均匀加热之后然后我们取下已经 损坏了cpu 我们要把这个吸点全部处理干净 所以现在我们的加热平台还处一个高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吸一下子弄干净 我们处理干净焊盘之后紧接着我们要安装一个好的cpu 最好位之后我们进行正面加热 最后给cpu做一个 归位动作 好 等待降温之后我们进行测试 板子是不会有任何变形扭曲 这个时候我们要对 子通cpu的高清成像进行组织的测量 测试温度高的时候啊组织100多是正常的我们要对它进行快速降温 降温之后再次测量它的组织 好发现组织已经回到正常的水准装上 散热器 对它进行下一步的测试 补充一点导内高 装好cpu之后我们直接通电 看一下工作电流是否正常 整个主板的工作电流现在正常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 开始测试显示和剩下的其他功能 这个时候我们正在专长的工作 我们开始 spaces出现住 刚才的数字 所以我们下고多了 我们下来